随着众多汽车品牌入驻我国SUV市场 我国SUV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我国SUV市场 进口品牌在价位上下探幅度不大 而随着自主品牌技术实力的不断提升 加上丰富的配置以及低廉的价位 其竞争力也就更加明显 但是在众多自主SUV中 不少用户也会不知如何选择 比方说同为紧凑级SUV的长安CS75商库版 以及瑞虎5豪华版 下面我们就来综合对比一下 首先在外观上 长安CS75在整体造型上 更显硬派风格又不吃时尚气息 而瑞虎5则给人以精致时尚的感觉 尾部简洁硬朗的线条 给人以层次分明的感觉 至于内饰方面 不论是视觉观感还是触觉效果上 相较于现款车型而言 长安CS75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质感更佳 瑞虎5中控台整体风格又显朴素 仅在一些细小部分添加了镀铬装饰 此外还将中控彩色大屏 作为全系标配后卫厚的 空间方面 长安CS75能够为乘客 提供更为宽大的乘坐空间 而瑞虎5则让高个子的乘客乘坐起来 更加舒适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动力方面 长安CS75搭载了一台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而输出功率以及扭矩 分别为125千瓦 230牛米 传统系统方面 则搭载有了一台6档手动变速箱 瑞虎5也同样搭载了一台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峰值输出功率以及扭矩 分别为112千瓦 205牛米 在动力数据方面 长安CS75也是更佳 另外油耗方面 CS75以及瑞虎5的油耗数据 分别为每百公里7.4成 7.7成 总之 这两款车型各有可圈可点之处 外观方面 二者都不大气 都符合用户审美需求 空间杆方面 长安CS75是绰绰有余的 而瑞虎5除了后备箱略销以外 空间杆也是不错的 动力方面 长安CS75安全够用 而瑞虎会更为强劲些 鉴于长安关降之际 在性价比方面 自然是长安CS75更胜一筹